好了,今次就要介紹最後一隻是我中獎的天啟套裏面的 戰磚六具人 為什麼我說我中獎呢? 這裡正常是這樣封盒的 我開盒的時候發現 它是沒用了天啟的軟管 它的軟管應該放在這裡 只能怪工廠大媽就拿過 它背的手型就是天啟的左手 戰磚六具人的配件就是個人頭盔 拿出主體 照舊一樣的計畫 它也是有一份漫畫在裡面的 我們先看看天啟的手 配的是天啟的左手 全部是單獨的 手指不動 唯獨就是手指不動 這裡可以這樣轉 左右轉 這裡 大概 六十度左右 六十到九十度左右 看完戰磚六具人的配件 配件方面就是一個頭盔 頭盔可以戴在頭盔上 就是這樣了 讓我穿近一點給大家看看細節 雖然那條吸管 雖然中了一獎 缺少了 但是我亦都網上買回 問題都不大 當年的Toybiz 是有這種問題會產生 一個就是中獎缺件 一個就是左左手 右右腳 兩個腳是相同的 他的手做了很簡單的處理 就是直接這樣 並不是每一節都可動 手的可動 九十度 六具人可動 其實有些是算不上高 只能說是基本有 沒有 這隻六具人我其實不太喜歡 但是 買了一套 你不玩它 又好像白不玩 那樣 頭那邊左右零 沒有問題 美系的玩具 上色操造 這些是國際慣例 即是早期來說 現在新版的大部分都改善了這個問題 相對好一點 這裡就沒有做那個屈腰關節 但可以左右零 頭那邊 腳的可動 整隻都是可動性差的 因為它是大就大就夠 如果你們看過我的視頻 看我之前玩過的那隻熊坦克 你就知道 它其實Toybeats的設計是好的 但是 同時也是差的 差在哪裏呢 就是可動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這些造工細節 首先 樣子 上色 整隻的顏色是綠色 即是深綠 身上有些小歌疊 這塊皮是軟膠 但是 可動性一般 這裏下面是球形 這隻也是06年發售的 肯定是 不用看的 基本上這隻腳就是 向前不到屈的 大家看看 只可以這樣動 腳掌可動 這裏看到的 對呀 是06年 2005年 好像是5 對呀 2005年 整隻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好啦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